受到疫情的影响 多良观光车站 上月底有多位滩山 确诊染疫 再加上入园人数大量减少 原本平日入园约有1000人次 调到只剩两成 加上工作人员染疫 人力不足 台湾有相公所也紧急风源 加强环境清销 目前已重新开园 游客数也逐渐在回流 理事长提到多良隆部落实际居住人口 约百人 又以老人小孩为主 也传出近七成的人确诊 一度让部落陷入危机 不过其心的是 未传出有重症事件 目前疫情已控制 多数居民已陆续痊愈 恢复正常的生活模式 大家要做好防疫措施 然后等等之类的相关政策 也是要配合好这样子 然后因为毕竟我们在这里上班 在这里生活 这个都是 我们都是靠这个过生活的这样子 为避免疫情再次扩散 泰玛里相关所表示 除了加强环境清修之外 也要求工作人员货摊3定期做快塞 自我检测 保护自己 也保护多良隆部落居民的健康 原事新闻物局 台东泰玛里采访报导 在这下一次 感谢观看